新修正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4月21号实施 将谋利信纳入组织要件 台中市警方最近就查获了两个诈骗车手集团 总共逮捕了六名的车手 查出他们提领不法赃款高达上百次 得手超过四百万元 被警方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是新法修正后的首例 主嫌最重可判斥十年有期徒刑 六个八年级的嫌犯被警方押解 移送台中地检署 他们都是上周被逮捕的诈骗集团车手 以往车手依诈欺罪判刑 刑期几乎不会超过一年 且多能一颗罚金 这次被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 最少都要面临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是主嫌刑则更高 对于负责招募跟指挥车手 实施提领犯刑的这个主嫌 那从以往的刑法 一般诈骑罪嫌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提升到引用新修正的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可以并科一亿元以下的罚金 警方统计台中市从今年初至今 已经查获三十个诈骗集团 一共逮捕车手三百九十五人 新修正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将使用诈述和牟利性纳入要件 就是想要恶主诈骗集团 有律师认为 虽然加重刑则可能有一定的恶主作用 但实际的成效如何 律师表示防诈骗宣导已经做了好多年 但每年仍有不少民众受骗 除了在前端加重刑责来恶主 如何加强宣导和教育更为重要 另外在犯罪发生后如何减少甚至追回被害人的损失 也是警方和金融单位必须努力的 记者邱之辈 黄安群 台中报道